中州建设举办驻商大楼动工典礼 各界贵宾都前来祝贺 包括市长叶寿山 县议员蒋家皇 以及好久不见的前屏东县长苏家全 也特地抽空出席 祥师县锐祈求开工大吉 震额的炮身齐名代表平安顺利 良辰即时一到 各界贵宾持产破土 为工程动土带来豪彩头 一到国家预论国泰盈安 二到四周公寸平安之地 三到交受新旺全部合力 破土之后四月初将正式动工 这个占地七百坪的土地 将新建地下两层 地上十五层的住商大楼 地下两层为平面停车场 一楼为店面 其余为五十一户的住家大楼 采前后栋规划 一层四户 每户七十五坪到一百五十坪 每坪十八万至二十万元 车位每个九十万元起跳 每户规划三面采光 两百七十度急紧 全幅落地大窗设计 可以眺望壮观的视景 以光线 空气 景观 对应出流动 穿透 开放的空间品质 并且引进大家共享的公共设施 让公用资源充分发挥 我们的大楼除了说各个住家的居家空间之外 我们里面我们的交易厅 甚至我们有豪华的影音剧院 我们有一个大家可以聚会的一个空中的一个 空中的一个餐厅 空中的一个 跟大家共享的一个空中花园 我们还有孕育教室 我们还有图书室 甚至于说我们的图书室里面还有为了小孩子在补习 我们都还有一个让小孩子能够外面的家庭老师 不用到旁间去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共空间补习的一个规划 还有我们的中庭花园 水墓 这种种都是屏东第一次引进来屏东 为在屏东市公园路上太平洋百货及环球购物中心中间的中州建设住商大楼 是就义会原址 是一条结合住商金融 公园绿地 一文休闲 时尚购物 文教资源的黄金轴线 可以逛街 购物 观展 看表演 吃美食 公园休闲 以及提案赏息 是全新有机的 文化的 魅力的 创新生活心态 这栋大楼 它是百年的地标 就是 经过很长的时间 它都还一直溢在这边 而且都是最高的地方 因为旁边如果说没有在 有都更的话 它没有办法盖出比这更高的大楼 而且容器率也不够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这栋大楼 我很珍惜的去给它盖 去给它 那个好好的把它盖一栋 可以代表我们屏东 让我们屏东 可以让外别的县市 可以对我们屏东刮目相看 可以让我们屏东人 引以为傲的一栋大楼 屏东民众一向偏好独栋的 透天措 要推出纯大户规格的 柱商大楼 得要有相当的勇气 中州建设 以灵者眼界 打造百年景观 百年地景的大胆尝试 让市长叶寿山称赞勇者无惧 前屏东县长苏家全更是感到佩服 所以百忙抽空前来观力 表达祝贺 他一向对新的建案 都会去采访参观 像中北部比较有名的一些建筑标的 那这一次他在屏东最好的地段推出 其实我个人对他这种勇气也蛮佩服的 因为过去像这一些大楼 在屏东泄民的心中是比较不接受的 但是他能够突变一些东西 我们非常的感到敬佩 所以特别回来跟他鼓励 强调百年稀有珍贵的独栋大楼 定价也不菲 千万起跳 却依旧吸引民众青睐 包括外地游子返乡退休 高雄民众远来订购 以及在地屏东的老师和医生都将入住 光是预售就有六成的好成绩 中州建设相信 104年完工以后 更将吸引具有品位的消费者目光 这栋百年递进 将走在台北之前 脚步超越高雄 评论新闻 蔡立华 吕壮好 采访报导